地球上最全能的 最善良的 也是最不容易火的博主 上次是17号 今天19号了 而且18号的时候下了一个大雨 所以我还是去吧 虽然剪片里片 陆老师请吃饭 正好聊得很开心 跟两位老师 想了想还是 让大家能看到 酱面那个标尺 到底在什么位置 如果说不下的话最好 如果下的话 大的话我就不飞了 把电池也充满了 好飞吧 说到就做到 当大家的眼睛吧 而且我有这些专业的设备 为什么不能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都做点事呢 是吧 正好最新也没什么商业的片子 要到月底才能接到一个商业的火 然后我在这一段时间 我就好好排排我的故乡吧 不能耐尽 而且我家又靠浆片 好飞吧 还是在下 把影机披上 这是我 很多年前买的鱼皮 还好现在还能用 难得能看到云了 这一条vlog呢 这样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 我不是用手机 我用的是相机 我用相机来拍了 但是这个相机还是不错的嘛 防抖的 其实有很多人都很在意 都过来看了 这边我记得原来是可以走下去的 树已经被淹了 那个小树定不高 大家也不用紧张 马上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 起飞航拍 我们常忘了回家的路 和那见过的人呢 背着旧风吹过头 却还在鼓作尖叫 这夜它不会停留时光 忘了吧 微弯的梦想 藏在心里的那孩子 渴望故乡 渴望故乡 藏在心里的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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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故乡 依然倔强 没办法 没办法 不能用无人机 现在报备没办法 可以去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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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问一下 能不能报备 我报备吧 可以可以 如果去报备 在哪边 请问 请问在哪边报备 是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在哪边 对 你指个方向 我把它这样 在那边 那边是吧 往那边一直走是吧 对 往那边一直走是吧 在那边有人问一下 好的 好的 有人问一下 好 我把它下来 真的要是来南京玩的话 我发现南京现在真的有好多好玩的 可以扫码 扫这种逛公园的车 我们要看到的 所以今天有一个粉丝 还说要去父子庙 我觉得父子庙真的没有合悉 做得好 刚刚有那个四个人踩的那个车 然后现在是有两个人开的电动车 就是在这个江边这个公园 这边租的 微信可以扫码 我改天来试一下吧 今天呢 在记录一个 我发现一个非常好肉眼能看得明白 记得住的地方 今天再记录一下 等到明天后天我要是再过来的话 我就把它 再拍一下看看 这个镜头便宜就是没办法 我们看这个字 今天也是用个洋装备在拍摄 今天也就到这了 刚刚看到类似一个同行 诶 在那边 在这边 带了一个数据斩脚架 然后看到我的台也在流域了 早知道跟他打个招呼呗 对吧 还可以增加点内容 做个采访 你在哪边直播啊 你是搞直播还是拍视频啊 对吧 互相关注一下 蛮有意思的 今天真的不聊了 我赶紧回去剪片了 因为今天我用的是相机拍的 所以我必须得上电脑 然后转码 然后再剪辑 我去买东西了 拜拜